这是雍正王朝中看似最轻松的一段戏 但是换成其他人还真不一定演的好 必须让人第一眼看上去 就能确定这个人是妥妥的败家子 为了顺利的拿到百官行术 乌斯道给四爷走了一步险棋 让李卫假扮超级败家的富二代 只要能把四爷府上的东西卖给万勇当铺 事情就算成功了一大半 而李卫一上场实实在在的败家子模样 那种吊儿郎当的装逼形象扑面而来 只见他手拿巴黎进口鼻烟壶 年轻轻站两下 往鼻孔里一吸食的酸爽 再加上那浑身苏玛眼神迷离的样子 感觉瞬间就上来了 面对伙计端查时询问的话 他也是充儿不闻视若无睹 大鹏看了一眼李卫带来的败 赶紧附和说确实是去年的雨前 再打开另一箱更是吃惊 赶紧招呼伙计去换今年的新茶 随后便说这货自己看不真 请掌柜的亲自出马去宴一宴 要说这掌柜的什么世面没见过 平日里打交道的都是些阿哥哥的王公贵族 早已经磨练的八面玲珑油光可见 老板就喜欢等着钱用的人 心想等会儿看我不炸干你 箱子被打开后 过真价时的貂皮大衣如假包换 另一箱则是珠宝首饰琳琅满目 老板拿起一串大小均匀橙色上品的巢猪 又装作廉价品一样扔到箱子里 能这些东西都是贵府上的 哎 你在撒花了 不是恶富上的 还是腻富上的 那这潮珠呢 恶 恶铁的呀 您把这潮珠当了 令尊上潮了 去衙门了 倘若要挂岂不是没有了吗 李渭知道他这是试探潮珠的来历 便漫不经心地说潮珠不会再挂 因为自己的老爹已经挂了 哎 这个山西啊 像这种半九月的乳 本地不敢做 跑这来醉 哪里银子多了 又不坏银子 掌柜便询问他准备当多少银子 李渭夸赞了一口心茶后 说自己已经托人看过至少卖十万两 就您这些东西也值十万两 李渭也丝毫不让地表示 就那一串珊瑚潮珠 他老爹当年就花了三万两银子 掌柜告诉他如今的行事不比早年 再说你这是忌荡不是卖足产 等手头宽裕了还会再赎回去 李渭一听马上装作死要面子 稍微饿 至今瘦头有点劲 国一增子 坑定要缩回来 假装几等钱用只能降价的李渭一让再让 最终同意了掌柜的承受金额 误啊就误啊 饿要协议 负献银 这就给您负献银 收货啊 剑鱼儿已经咬了钩 李渭的任务已经圆满完成 接下来就该十三夜上场了 都是吃干饭的 天子脚下 守善之躯 你们这帮人竟在光天化日之下 让人家把资源府上的东西都给偷了去